5G CP的速度有手机快吗 我买了几个高性价比的设备 我们对比看看哪个更快一些 首先是中芯F50随身WiFi 手机已经连上了 协商速度是866 左边这个是功率计 可以方便地看出顺时功耗 测速时的功耗在4W左右 没有超过5V1A的标准 第一次测速下行390Mbps 上行32Mbps 我们再试一次 中芯F50用的是6nm的芯片 功耗不算大 因为体积小 特定情况下可能比较热 第二次下行411Mbps 上行32Mbps 区别不大 我们进后台看一下5G数据 频段是N41 信号强度是-98dBm 这个信号强度有点差 接下来测阿勒卡MF650S 它用的是展瑞V510模块 也就是展瑞UDX720基带芯片 内置了5000mAh的电池 为了方便对比 我买的是改好卡槽和独立供电的机器 它的后面增加了切换开关 虽然不太美观 但功能是正常的 我切断电源 直接用USB供电 看一下它的功耗怎么样 长按电源键开机 等待大约一分钟 从屏幕上可以看到WiFi密码和5G信号强度 进入后台 可以看到它连上的5G频段也是41 信号强度-97 信号也是很一般 它测速时的功耗大一些 超过了5瓦 可能是12nm芯片的原因 第一次下行速度是390 看起来还可以 但上行比较差 只有11 第二次下行408 上行11 第三次下行368 上行还是11 后来我通过改变摆放角度 将阿勒卡横向放置 它的上行速度才正常 这个机器可能因为天线设计的原因 不太适合塑像摆放 下面我使用魔改版的R106 再试试看 它用的5G模块是每格SRM810 芯片是展锐V516 从官网来看 V516与V510区别很小 所以它的区别主要是外置天线 后台显示它连上的频段也是NC1 信号强度-95左右 第一次测速下行395 上行跑到了29 第二次下行394 上行23 第三次下行突破了400 达到了420 上行27 第四次下行369 上行25 它的上行速度比阿勒卡塑像摆放要好 看样子外置天线是有点用的 接下来是5G CPE 型号是L70CB 它自带卡槽 但是要刷机才能用 它的5G模块也是展锐V510 性能不会有大的提升 但是做成桶状后 天线更大 理论上信号会更好一些 实测它的待机功率比阿勒卡随身WiFi大一点点 可能是多了网口芯片的原因 目前刷的是修改版系统AK1.2 通过它的高级后台能看到详细的5G信息 连接的频段也是NC1 信号强度-93.9 是目前信号最好的 测速时的功耗没有超过5瓦 比阿勒卡低 这有点出乎预料 第一次下行速度351 上行23 第二次测速 下行速度404 上行21 上行速度没到30有点差 第三次下行非常稳 跑到了409 上行速度波动比较大 只跑到了23 第四次下行410 上行17 从测速结果来看 同芯片的CPE相对于随身WiFi没有太大优势 这四款设备的测速结果 总体上区别不大 中芯F50用的是展锐UM9620手机芯片 比另外三款V510基带芯片要好 但是因为我环境的信号限制 它们之间没有拉开差距 接下来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卡 我们再试试天机93芯片的手机 还是放在塑料支架上测试 手机也是自动连上了41频段 信号强度-92到-93 下行速度极限超过的600 最终停在了587 上行速度也比之前高 最终是48 再试一次 下行594 上行43 手机的速度明显优于前四款设备 特别是旗舰芯片的手机 它配套的5G模块非常好 再加上手机厂商优秀的天线设计 不管从测速结果 还是从稳定性方面 都会优于5G随身WiFi和CPE 我觉得5G随身WiFi或者CPE 主要适合不方便拉宽带 固定场合 多设备使用的场景 外出使用 真的不如手机 装个大能量手机卡来的高效稳定